吉隆 吉隆才不是你想像的只有夜市與海港呢?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保證你一天絕對不夠玩的 吉隆景點大串聯 這次除了有季節限定的景點之外 還有將一張包交通門票 還送下午茶的秘技喔 那我們就出發囉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哪里? 我們現在在基隆火車站 沒錯 我們今天要挑在基隆四景點一日喲 從早上玩到晚上 其實我一直期待今天的行程很久了耶 是在基隆不知道要去哪邊玩呢? 所以大家要認真看到影片的最後 我們可以大公開集合 哪些你們去過沒玩過的景點呢? 那我們出發吧 走 那我們現在從基隆火車站那邊走過來 大概兩分鐘 這邊有個遊客服務中心 就可以來這邊搭乘T99號賓海騎機械的公車囉 這條公車非常重要 就是它幾乎是涵蓋全部的重要的基隆的景點 基本上可以把我們之前 以往我們甚至我們去過的地方 全部都穿得起來 那我們這次買了套票 也就有包含搭公車 有些套票甚至連錢魚都可以搭的一日票 好可愛喔 喔 真的 好可愛耶 我們繼續在它先前往和平草公園 是之前剛跟我們說 我們待會兒要回來搭車的話也要被對等喔 那我們今天就請到了夢囉 嗨 大家好 夢妮今天會帶我們去開箱這個和平島公園的行程 好 那我們就走囉 我們現在在岩石館之區這裡 然後這裡是必須要有專業導演能源 跟服裝的辨識才可以進來的喔 這邊的話是風化窗 就是風過岩之後就會變成風化窗 就會有一個一個 像上面那個就被侵蝕過後 那邊就有一個洞 荷蘭人最後一個據點 據說是在這個裡面 化石有兩種 對 一種是實體的化石 然後另外一種呢 就是以前生物活動的痕跡叫做生痕化石 它身上的黏液跟周邊的那個沙子 形成一個通道 這樣子它在移動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你現在可以把眼睛閉起來 你可以就是聽著海浪的聲音 想像一下 我們其實現在正在就是兩天三百萬年前的海底 莫如好浪嗎 因為很多嘛 所以就稱這邊千 然後碟呢 是榻榻米的那個數量 所以叫做千碟夫 繞著環山步道去到另外一個區 等雨嶺還有前往的步道 就是在海鮮的冷線上方喔 站在這裡 除了眼前點藍色的大海 與青綠可愛的基隆雨 綿長的岩岩 滿滿都是被大自然賦予生命力的岩石 等等我們就一起運用想像力 看看今天我們能不能收集到和平島傳說中的十大守護眼囉 莫如說這就是千碟夫 就是因為他說當初日本看起來很像榻榻米 是不是真的很像 當它在形成的時候 它有兩個不同方向的力量壓之後 它就形成裂縫 超像的欸 那個其實我們說很像豬腳 豬腳岩 有像 彈圖語言的話就是說 我不想水路兩棲 只想娶你為棲 好浪漫喔 這個應該是他來跟你講一下 喔 右邊那一顆喔 對對對 右邊那一個 欸我覺得你們這個相框真的超讚的欸 就讓大家 而且其實你們那線條的圖片很簡單 但是很清楚 那像我們這次是用套票B 它就有包含的車資 然後還有下午茶 然後還有和平島的門票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換飲料啦 隨著徐徐的海風 然後配一杯飲料 是否太幸福 肉依剛剛點的是 石花洞加蔓越莓的那個氣泡飲 我覺得它很好喝欸 它不會過腔那個氣泡的味道 哇 它好多海石洞喔 乾杯 乾杯 翔哥辛苦了 我該補充熱量 其實我剛剛走到一半的時候 我肚子一直在滾 超大聲的 我都很怕被夢如聽到 其實這邊景色真的是很漂亮 後面是基隆嶼 然後下面還有和平島很獨特的地質地形 假日來這邊應該滿愜意的 不過假日來這邊 下面應該就有很多在游泳 乾杯 乾杯 我說他今天要來為大家走秀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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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好了不要這樣 好可愛喔 好了好了好了 這個的話就是寵物友善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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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好肥喔 有很大的魚 有很大的魚 有很多魚欸 真棒欸 海水游泳池 海水游泳池 這聽起來超大的向往 和平島其實是由三個島嶼所組成的 你們剛剛經過的時候有沒有看到 就是非常漂亮的彩色屋 那你們有發現你們有過一座橋嗎 有 就在旁邊嗎 對它那座橋呢其實是台灣的第一座跨海大橋 那我們今天要非常感謝可愛的夢露 幫我們做這超深入專業島的 那更多關於和平島的資訊還有其他新活動 大家可以發揮他們的觀光網還有Facebook粉絲團喔 現在就繼續使用今天的票卡 前往下一個目的地了 後面就是很有名的彩色屋 網美拍照神之點 超好get 就是你下車之後馬上就抵達了 這邊有些外國無客也會特別跑到這邊買車 而且它其實後面又是山 然後下面是海 整個畫面其實真的很豐富 其實肉依是第二次來這裡 第一次是我跟翔走哥路過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它竟然就在馬路旁邊 對 所以我們觀看畫面有這邊 就是之前拍攝的地方 我們見到了 對 我們大概走路兩分鐘 來到彩色屋這邊的小道幸福咖啡廳 為什麼會來這邊 是因為它有包含在我們泡票的裡面 我們可以來這邊換餐點 欸 原來怎麼彩色都看脆了 又怎麼這樣 就像你在海旁邊吃飯 因為我們現在在有冷氣睡覺 我們現在用泡票Feed的方案 你就可以換這桌的甜點了 下午茶甜點 然後我們現在是冷的跟熱的伯爵奶茶 真的今天就是一直狂吃甜點的 就是一直吃吃玩玩吃吃玩玩 其實還蠻悠閒的 對 我覺得假日就是要這樣度過啊 不是嗎 然後就讓一張泡票 幫你們解決一天的行程 我們剛才在那邊對面吃完餐點後呢 我們就要再走回來這邊 繼續搭公車到現在站囉 公車到了 夏天出門就搭公車其實真的蠻爽的 因為最有冷氣 然後翔哥又不用開車累的要走 而且基隆其實停車不好走 哈哈 誰叫你太高了 哈哈 重點是翔哥剛剛超好笑的 他覺得 哎呦 沒有 以前說這麼多的 我覺得他頭去做不到的 規劃蠻好的 這上面都寫下一站是哪 這是我第一次來 你咧 我也是第一次來 最喜歡這種一起第一次到的感覺 我們現在在海客館這裡 那我們這次使用了泡票A的方案 它就包含門票還有交通的車資了 你看門票一個人竟然就要200人 但是它只要150 泡票裡面的單據 就要換成這個票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入場囉 走 我們打算直接從上往下玩 直接先前往7樓 好可愛喔 確實很可愛喔 哇 好多模型喔 我們來看看肉依的架子技術如何 我們到底都沒有按著航線走 你一定不是個好船長 不是我是不要說我嗎 你要甩船了嗎 欸 撞腳 太差了耶 喔 甩一看了 自己的要領要登了 這真的很好玩 它同時跟你講 船怎樣比較不會晃 因為它這個有不同的重心的控制 欸 差好多喔 假設大家對這種科學的東西很有興趣的話 我很科研一個 我人生去過最棒的柯博玩 在波蘭 波蘭的華山 超級棒的 你看它玩得不易樂壺欸 欸 這真的好玩耶 超滿好奇心的響歌 哇 這次的魔尼它掃描聲 它在掃描那個找飛機的殘骸 它上面竟然可以呈現出掃描的感覺 好神奇喔 掃描後的畫面跟實際的畫面 就算你自己沒有跟導覽的話呢 它其實是可以逐漸只是這種暈倒來 欸 那個肉依請趕快幫我們把貨櫃借貨借貨 我們來看看肉依能不能造和好 其實它很好笑喔 其實它是用攝影機去追 我們看肉依能不能把他追到 好 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一定會的 我在表演系列 嘿嘿嘿 不管不管 再給我一次機會 成功了 追擊人 沒有 那是我的策略 嚇我一跳 展出一些魚類的水產區 水產處理 欸 還蠻有趣的 這是什麼 它在表示急速冷凍跟慢速冷凍的差異 會對於肉汁的影響 翔哥非常興奮的要來玩這個 廢話 請坐上漁車啟動按鈕 欸 鯊魚 鯊魚 欸 欸 欸 翔哥好好笑喔 欸 這也太好玩了吧 你被殺手追殺的時候 你就要躲入人群中一樣 欸 這還蠻難的 老實講 你看他最後一條命喔 叮叮 你被吃掉了 這真的很難 這真的很難 你不要喜歡就知道 他竟然 來做一個模型 去跟你說 它是如何集團 那這些魚多吃一些食性的人都好 導致這邊的養的烏魚全部都吃 然後它就比較有經濟作物 你看我在彰化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聽到喔 了解地球的歷史 還有說海洋生物的變化 結合這樣子 對 你看它這球喔 這投影技術蠻厲害的 我後面這顆就是太陽 你知道我想到什麼嗎 想到什麼 太陽圈 你也太可愛了吧 其實在海科館這裡 針對有非常廣泛 與海洋息息相關的知識 技術 生活與環保等等 特別的是 將許多原理與智慧 以更好理解的模擬模型 讓小朋友和家長們 就像親身體驗一樣 邊玩邊學習 看翔走哥就知道 怕今天玩得比在場的小朋友們 都還要興奮還要更認真了 要不是因為時間已經閉館了 他絕對是捨不得離開這裡 因為它的園區附地其實比較大 那我覺得它的費用部分是有點偏高 因為它還有門票之外 然後又加上你要租一些導覽的費用 所以其實整體下來要300多一個人 值得一游的 因為它的知識量涵蓋得非常大 從海洋到造船 然後到漁業 然後到 對 然後到罐頭的產生之類等等的 而且它很特別的是 它還有用很多不同的表達方式 讓你要做的原因 我覺得這在台灣的一些科學的戰略館 都算蠻優秀的 就是從走到大概八九點開始玩 玩到基隆晚上的八九點 對 八九點 從晚上的那個賓海旗機械 它已經是沒有移業了 但它票件其實是全部的空車都可以搭 我只會看到你們沒搭到補車 那 因為我們想去 還是我們可以給你車子 不用 沒關係 你真的方便嗎 方便 你的也太好了 我又哭了 可以這樣怎麼稱呼嗎 我姓陳 故事是這樣的 我們邊跑邊眼睜睜的 看著最後一班公車跑掉了 這時候在對向車道的陳先生 所大親眼目睹的這一線 然後竟然回轉繞一圈主要的幫助我們 真的非常感謝好心跟溫暖的陳先生 真的很危險 我跟你講老天爺會給你關閉你一扇窗的時候 會幫你開一道門 你要怎麼知道 你是不是抵達20那種自行車站喔 這裡 你會看到一整排LED燈狂散 其實這邊在當初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曾經想要來 只是那時候我們太晚發現了 為什麼是晚上來呢 是因為現在這幾個月其實還有夜間的活動 據我所知目前到實際月底還有活動 因為還有延長 但建議大家到網路上 就是先做預定的動作 因為可能它期間限定 畢竟還蠻浪漫好玩的 所以幾乎票是非常能選擇漂亮的時間 跟大家提醒一下其實 來這邊鐵道自行車 它其實有兩個方向 這邊算是巴豆子車站的方向 它旅館車是整號那邊 其實它可以來回或者是單程都可以 那我們這次是有蠻來回的 這椅行長欸 真的看不到 座椅中間有一個手煞車 行進的時候要把它放下來 腳到車才踩著動 用手幫我照一下 謝謝 欸 真的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謝謝 這個完全不是自動 小姐說沒有辦法設定成自動 大家要只用腳奮力的場 所以吃完晚上最適合了 前面也還蠻舒服空曠的 但這就是手煞車 出發 踩囉 踩囉 欸 我的腿是不是太短了 為什麼我踩不正 欸 好好笑喔 欸 老實說我覺得晚上騎士魚車好棒 而且也好涼喔 我覺得白天應該很熱欸 欸 前面真的好閃爍喔 超像螢火蟲的啊 太帥了吧 真的是蠻像螢火蟲的 不得不說 大家看好多螢火蟲停在我們身上 對啊 我們好像在螢火蟲這邊 其實這個燈還蠻有趣的欸 真的有點像我們之前在平行看螢火蟲的感覺 對啊 有沒有綠綠的 然後弄哪裡弄去的 第一台螢火蟲山 前面那輪蘑菇欸 還蠻有趣的 這是外星人的蛋豪 終於開始認真了 我們已經完全看不到前面的車了 欸 星空隧道 隧道欸 這邊好音樂欸 哇 我慢慢帶大家進來 哇塞 欸 很漂亮喔 真的要進入另一個時光隧道 但現在的光線看起來真的很恐怖 給大家看我們不然力騎車的樣子 行李來約會很適合喔 我們以前帶你阿嬤來也是 哇 下一個星空更美 然後每個隧道都有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燈光 哇捏 大街啊 欸 真的很漂亮喔 欸 我覺得它這裡真的是像是在星空啊 對 我覺得我們好像在星際 在宇宙中這樣穿越蟲洞的感覺喔 蟲洞 非常有科技感 欸 他們已經到了 欸 到終點了 好快喔 對啊 還蠻短的 回程也是一樣回來 就是這裡 然後就是從另外一端 把車子做去這樣 一回就花兩個人是500塊 然後單身花兩個人是300塊 喔 所以就等於說是一車的左右 好像又便宜 對 又便宜一點 回程的話它張就是蓋左手的 所以等於說你左右手就都有漲 所以我是覺得它跟螢光的漲很有趣 我覺得很方便欸 謝謝 然後你到山道城這邊 我們建議大家假設真的要在那邊停留的話 你可能隔個一班的時間 因為這邊山道外面其實沒有太多東西可以逛 看那好久的弟弟離開有多可愛的 我們現在回程趟出發了 上車程囉 然後回程趟 因為這邊應該就是重點 別人大家就待在那邊 喔 對 然後大家就頂著 想要慢慢拍照 慢慢玩這樣 前面就小翻車了 奮力的翔仔 真的奮力耶 你看我這個手臂 就是一肌肉 二頭肌就這樣練出來 那我們現在結束的時候還有鐵道自行車 時間長我覺得單純 旁我們拍照差不多15分鐘左右 對 我覺得其實不用想像中還滿多的 算還滿輕鬆的 老實講 不用想像中漂亮 因為我覺得它密度是夠 跟現場的繽紛度是夠的 因為我自己在現場感覺 我推薦大家晚上拿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支影片會有抽獎的活動 大家記得打開下方的說明 參加我們抽獎小禮物送給你喔 對 大家就可以免費得到 我們今天所有的套票組合喔 歡迎來到洛宇東的 旅遊財店時間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總結 我們之前在進入所有 介紹過精彩的景點 而這條公圈路線竟然把它全撥串連了 第一個景點就是 其實我們藏在口袋非常久 最後才公開給大家也爆掉的景點就是 青龍的萬步山 那來萬步山玩什麼呢? 萬步山最重要的就是 海星泳池以及大五輪騎乘沙灘喔 好喔 那接下來第二站呢 就是搭乘大眾運出工具的朋友們 必須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基隆火車站了 然後它正旁邊有非常厲害 也就是基隆最知名的 基隆廟口 那這一站呢 我們建議大家是可以把它留在 最後一站 宵夜場做一個Happy Ending這樣子 那接著我們曾經去過的景點就是 A6這一站呢 也就是傳說中的鑽兵漁港 它現在是基隆一個非常夯的打卡頂點 也就是彩色屋 那下一站河比道公園 就是我們今天影片跟大家介紹 像是萬步山加上 也有地址公園的合體版 這邊既可以玩水呢 也可以去欣賞很特殊的地形情況 那接下來我們前往A9呢 就是地鯊魚港 它就是我們的老朋友基隆域了 接著下一站呢 就是所謂的海岸科技博物館 這邊同時也是我們最推進 其一種最漂亮的步道 就是旺遊谷的地方 相關的影片大家也可以參考 我們之前旺遊谷那集的影片 非常的漂亮 我們很推薦這個景點 八斗子站往右邊走呢 就是所謂的新北市的區域 不過這條公車上路線還是有到 所以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還有哪些值得玩的地方喔 八斗子站這邊有什麼好玩呢 就是今天這集跟大家介紹的 神澳鐵道自騎車的其中一站 還蠻推薦大家夜間去那邊騎腳的車 我覺得蠻漂亮的 不過目前時間只有到10月底 然後相關的質詢 今天大家可以參考一下他們的網站 看有沒有更新時間喔 最後一站就是神澳漁港 或者是瑞芳漁會這邊 就是著名的橡皮岩 這點算是一個蠻著名的幾年 大家也可以去那邊去他大清 大家有沒有發現T199號 冰海奇蹟縣這條公車路線 把我們之前介紹 所有精彩的景點都串連在一起了 那像今年呢 冰海奇蹟縣總共有推出3種套票給大家選擇 像第一個套餐 它就有包含海科館門票 還有今天路線的巴士一日票 大家就依照自己的選擇去挑選 適合自己的方案就可以了喔 那這次相關的套票資訊 還有各經典的資訊 都歡迎打開下方說明 肉依同說整理好給大家囉 其實老實講 今天我們真的去了很多地方 我們真的是從早上6點出門 一直晚上現在8、9點 還玩不玩 請問一下 拜可 訂閱我們的GINO 打開小鈴鐺 掰掰 而且我們剛剛遇到一個非常可愛的先生 然後他竟然說 他8歲的女兒是我們的粉絲 好開心喔 我一直以為我們是成人的頻道 所以我覺得有這麼樣的觀眾欸 超開心的 東北角那個圓的觀眾 我真的有人 他把我們上次水火東北角的景點送完 我跟你講我們就準備一個小禮物送給他 到底誰可以再玩出更狂的玩法呢? 那次他真的是強 嚇到我了